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海牛奶冷爆了 照顧小孩有屁股 有屁股是吧 對 那為什麼我們小孩每次一冷呢 他就 還是哭哭掃 哭哭掃 好多病喔 因為知道的PETBALL還不夠多 所以今天要教教大家更多的PETBALL 所以今天我們要集所有 媽媽團的成員 他們每一個人提供一樣PETBALL 那就不得了囉 對 真的 歡迎所有的媽媽團 歡迎 再加上一個專家給予的 正確的建議就更棒了 好 介紹兩位專家 歡迎黃聰明 黃醫師 主持人好 好 還有李思怡 李醫師 主持人好 海牛來了 最怕得流感 小孩到底怎麼顧最好 那流感疫苗真的有效嗎 B流感用了客流感 它可能還是會 燒個一兩天 然後才慢慢慢慢好 所以說實在 客流感對於B型流感感染的 效果比較沒有那麼好 有兩組媽媽她正在懷孕 那一組就打了疫苗 一組就沒有打疫苗 等到他們寶寶出生以後 剛好就遇到流感器 這個黃聖 只有打疫苗的孕婦 他們的寶寶得病的這個次數 就很少了 好啦 這個天氣冷 這實在沒有辦法克制啦 只能靠父母怎麼樣照顧小孩 照顧得無為不治啦 來 我們現在媽媽團們 有沒有人對於這個天氣冷 孩子有發生什麼狀況了 來發問一下 郭君媽的問題是 最近超流行的B型流感很嚴重嗎 打流感疫苗能預防嗎 很嚴重喔 一開始的症狀就是發燒 對 然後就趕快就是先就近的診所 就去就醫了 然後醫生也說 你這個還不能確定是不是流感 就是 它已經燒到39度了 然後醫生說你先回家 自行觀察兩天 如果這兩天還是39、40度 你再來做快篩 兩天之後真的就是B型流感 所以我們就趕快 隔天立刻帶去打 然後醫生說你現在帶來打也 來不中啊 對 因為他說要14天之後 才會產生抗體 然後我就是想請教醫生說 打流感疫苗真的有效嗎 大人打也可以吧 如果說你以前就打過流感疫苗的話 那只要打一劑嘛 那那一劑也大概要兩個 這個兩個禮拜以後 那個抗體才會出來 對 如果你從來沒打過 那你要打兩劑 相隔一個月 所以你第一次的抗體起來 然後就開始往下掉 要到第二次的打完疫苗 才能夠在兩週後 才開始有保護力 所以到了現在 我們這個是已經 一月了嘛 對 所以我們現在一月在打 你二月在補第二針 到二月中下旬 甚至到三月初 你抗體才會出來 要照夏天了耶 都回來了 沒有什麼用了這個 菩薩 對 明年請早這樣 有什麼辦法 如果說今天你真的家裡有六個月 比較小的小孩是要打兩劑 你一劑都還沒打 那可是你很想早點 給這個小孩保護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之前也有講過 你就 爸爸媽媽 我們身上其實大部分都得過 或打過的疫苗 所以我們只要一劑 我們抗體很快就起來了 那我們不得 基本上像過年這段時間的 我們大家都在家裡 比較不會去跟外面的人接觸的話 家裡的人不要得就還好 因為B型流感 這流感的東西 我們會比較有點擔心 尤其是對小孩 因為之前下H1N1的時候有沒有 那時候大家都好擔心 很恐怖 沒錯 媒體還報導說 它的致死率一點點的 但後來就有專家出來講說 其實大家不要太擔心 其實流感它也有致死率 流感它也有一點點的 對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這是會不會很嚴重 對於萬一得到流感那個狀況 我們是不是會比較難醫 會不會有這個憂慮 前兩天才聽過我比較少說 就是他大兒子先得B型流感 對 然後就是失課流感 然後後來就是傳染 搞得全家都中 媽媽也中 然後二兒子也中 對 然後媽媽跟二兒子 就去看醫生 一聽到他說 大兒子是B型流感 他連聽診都沒有聽喔 直接開課流感給他們 對 不曉得這樣子 有沒有OK 然後醫生還提醒說 因為現在是流感的全盛時期 如果家裡面有 65歲以上的長者的話 也請他們直接就來醫院 就是吃課流感的藥 直接吃 對 他說不管有沒有感冒 這樣是OK的嗎 課流感算不算是抗生素的大炮喔 算不算 歡迎說 它只針對流感病毒有效而已 所以課流感這個藥物 對其他病毒是沒有效的 那對於流感病毒本身 課流感的效果 說老實話 在A型 如果沒有抗藥性的話 在A型效果比較 戲劇化一點 比較好 就我們以前像那個新流感 那個流行的時候 那時候是A型嘛 如果提早 很第一天我就診斷 你這A流感馬上吃藥 當天甚至隔天燒就退了 之後幾乎症狀都好好的 可是B流感比較慢 B流感用了克流感 效果沒有像A型 這麼的戲劇化 它可能還是會燒個一兩天 然後才慢慢慢慢好 所以說實在 克流感對於B型流感的感染呢 效果比較沒有那麼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們在還沒有診 就是我們以前都要快篩嘛 這是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遺留下來的觀念 但現在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比較沒有在做快篩了 這是疾病管制局的公告啦 就是說 從去年的12月1號開始 我們就是從這個 這個擴大這個克流感的給 平常我們克流感把關得很嚴 只有在12月的時候就大開放 就是這個 好生動啊 試用的對象 就以前都是 平常我們把關很嚴 只給那些有重病的人 那現在我們沒有啦 就是如果你高燒48小時 就是淚流感患者就可以直接用了 但是以醫學的觀點來講 我是覺得這樣 這樣子在給的時候 只是有點心理安慰啦 就是效果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大 再來第二個就是剛剛這個 第二個這個狀況就是說 你沒有驗啊 你只是家人同事同班同學 有淚流感發病的 你就可以用了 那這個是沒有錯 你可以拿來當作治療 比如說今天你另外一個同學 已經是淚流感的症狀 那今天你隔天你就被牠 這個隔三天你就被牠傳染 你很確定就是牠傳染給你的 那這時候你跟醫生講 醫生就可以馬上開客流感 不用快篩就可以給你了 或者說你今天家裡有 很小的小寶寶 或很老的老人 你很害怕牠會得的話 一樣牠就可以直接開客流感 給你這樣做預防 其實有在這個 只是預防還沒有中 牠也可以吃客流感就對了 對 對 但只有這一段 這個週年慶的時間啦 可是問題是 這個週年慶就是 我身體我沒有感染到 就要吃這種客流感 這麼重的藥OK嗎 對 所以說我們要注意 客流感的副作用 如果說今天我 譬如說我今天我 因為要上班 我過年我必須要值班 所以我不能夠生病 那這樣的話 當我最親密的人 譬如說我太太或我的小孩得了 我不能讓自己冒這個血 那我就先吃客流感 然後我就預防他們的傳染給我 對不對 然後我可能就可以上班 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今天吃了以後 我開始出現一些副作用 哪些副作用呢 嘔吐 腹痛 然後這個 這個胃痙攣 或者是失眠 如果有這些症狀 反而不能去上班 對 反而更痛苦 這時候我就趕快把客流感 停掉 停掉就好了 所以我想 你還是在吃這個藥的時候 你還是跟醫生講說 有沒有不舒服 如果不舒服那就算了 我們本來是 預防你不舒服 結果反而造成你不舒服 那你就把它停掉 那沒有關係 以前我們這個 對於B型流感 感覺就是它是一個 相對於A型 比較對 B型 B型 它就不是A型 這個也可以這樣運用的 對不對 也可以分AB型 對 以前我們都對流感 B流感都覺得它是B型 比較殘弱 但是今年不要小看哦 B型當道了 對 除非去年B型就當道了 去年 你也一曲好也是這樣 對 不然我們怎麼能站在這裡 為什麼不這樣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的 就是瓜哥啦 真的 謝謝 有哦 謝謝 所以像去年 去年美國B型流感 在兒童死亡率 就是說 全部因為流感而死亡的 B型流感就佔三成多 一改 我們過去對B流感 這種B咖的形象 就感覺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 重症出來的 那這個如果說真的中了流行性的感冒 這麼嚴重 一定要課流感嗎 中醫有辦法醫嗎 有的 來 其實我們流感應該是說 在人類存在的時候 就一直都會有流感 你看我們古書上就記載了流感 他說會有什麼症 他說太陽病已發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 就是你有發燒 或者還沒有發燒的時候呢 你就開始會怕冷了 然後接著出現什麼 身體會覺得有點痛 甚至有些腸胃道 不舒服的症狀出現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麥是 醫院就是叫做浮井脈的 那名曰傷寒 就是我們把這個疾病 不叫做流感 我們叫做傷寒 但他也告訴你 你要怎麼去治療 如果當你出現這些症狀 說真的 我們也重聞的這些專家 你沒有去做任何經驗 你不知道他叫A叫B 不知道他是A咖B咖 但從他的症狀 我們就知道 他應該要怎麼去做治療了 因為他是屬於怕冷行的感冒 那接著呢 他可能會出現什麼 頭痛啦 會發燒啦 會身體疼痛了 甚至骨結會痠痛 但他不是一定完全都會出現 可能只出現其中的一種或兩種 那你出現這些情況 其實你只要及時 再初期喝一碗麻環湯 就會好了 那麻環湯裡面有什麼成分呢 大家可能不清楚 可是我直接跟大家講 有一個就是我們常常 在節目中聽到的 媽媽打疫苗 為母奶能預防寶寶得流感嗎 媽媽自己打流感疫苗 然後說 小孩喝母奶 然後就說 對 這樣就會有抗體 真的 有這種說法嗎 有 有這麼神奇嗎 打疫苗 去給寶寶那個 用奶奶給寶寶抗體 這樣很厲害 是